古往今来,下至庶民百姓,上至达官显贵,大家皆赞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究其根本,学而幽则是,一旦金榜提名后,便可人前显贵,从此贫步清云。 尤其在封建时期,又以考中状元为大多数学子的人生目标,于是流传出十年寒传苦读,以招金榜提名的民间俗话。 古人皆认为,考中状元后就能当大官,光宗耀祖。 翻看相关历史典籍,若学子真的金榜提名,考中状元后就能基身官患,甚至获得某些特权吗? 封建时期,统治者们想要选拔出优秀人才,无外乎三种途径。 首当其冲,就是源于先秦时期的举荐制,战国末年的查举制,其次就是兴盛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 举荐制和查举制,单从自念意思就很好理解。 春秋于战国时期,不少有学问的俊才四处毛遂自荐,比如孔老夫子就带着一帮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文化。 查举制,类似于如今的内推。 科举制就是大家熟悉的科举考试。 古代科举考试程序较为繁琐,每三年,各地会举行一次乡试,又被称为秋为。 乡试之前,各州县会举办院士,挑选一批精通笔墨,品行端正的学子,参加乡试。 每个地区的录取率都不同,经济基础较为繁荣,文丰盛经的大省录取率自然就高一些。 西北、西南等经济凋敝的地区录取率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通过乡试考核后,学子们要去参加会试,会试的第一名教会员俗称准进士。 由于会试一般是在乡试过后的来年春天举行,又被称之为春围。 通过会试考核后,学子们自动称为共试,可以参加电视。 电视由皇帝亲自出题考核,一家三等分为状元、榜眼、昙花, 还有二甲次进士基地、三甲同进士,那古代科举的录取率到底有多低呢? 据统计,自唐朝初年开设科举,至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零四年, 近一新三百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数一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 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状元狼则是屈之可数,只产生了不到六百名状元。 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无状元, 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大概为七百七十七人。 清朝国座二百六十七年,共举行一百一十二次回事, 近视人数约两万七千人,状元只有一百一十四名, 可谓是高风险高回报。 既然古代科举录取率这么低, 冠绝这些知识分子之首的状元, 想来待遇必定惹人艳陷。 状元的优越性从电视发榜及传播大典那天开始就充分地体现出来了。 谢恩出宫之时, 紫禁城按利要打开中间的大门, 状元可以谈而皇之地从中门出宫。 这个待遇很高, 按规定只有皇帝以及皇后大婚那天才能走中门。 即便是皇帝即位后册封的皇后, 都无法享受这只高的荣誉。 别看慈禧太后执政近半个世纪, 但是她一生都没有走过中门。 发榜之后的恩荣宴上, 状元被单独安排在一座, 与其他的近视相区别。 凡是在朝廷为新科近视举行的各种庆典中, 状元都体现出最高的政治地位。 此外, 绑发之日, 状元就被授予汉林院六品修转。 修转一职, 是专门为状元而设的榜眼, 探花手七品边修。 也就是说, 状元不需要像其他二甲和三甲近视那样, 还要参加朝考来决定能否进入汉林院。 同样, 状元进入汉林院书场馆学习三年后, 也不需要参加散馆考试, 可以直接在汉林院任职。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数级是并非直观, 至于他们散馆后授予什么职务, 需参照他们的考试成绩。 即便是列为一等者, 也只能授予编修、 检讨等职, 而二三等者大概率不能留在汉林院, 夺守各部主事或外放职线, 莫等者不受职, 要打回原先的近视班次, 到立部排队候选。 如此一比较状元的地位就凸显出来, 以授官速度而言, 状元要比一般的近视至少要快三年, 且授之起点更高。 或许在散馆之后, 表现好的状元已经顺利进击为 汉林院师奖或试读, 积深四品观行列。 从清代的114个状元来看, 不少人在散馆后被任命为 南书房行走或经年日奖官。 这两个职务虽然级别不高, 但却是随时侍奉在皇帝左右, 所谓近水楼台仙得月, 有了这两个身份, 试图虔诚自不代言。 大致从康熙朝开始, 朝廷还规定顺天乡侍主考官, 立由前科状元担任。 这也是国家重视科举的一个表现, 以此来鼓励天下读书人 踊跃报考为国效力。 实际上, 状元能享受的待遇还不止于此, 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各省, 状元都比一般的汉林或晋士 有着更高的起点和诸多的优越性。 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状元任职地方一般是什么品级? 状元是国家的连面, 至少在乾隆朝之前, 还没有出现过状元外放的情况。 他们的仕途路线 严格按照典型的学官路线来走, 即先在汉林院任职, 进而开放签至詹师傅, 最终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一职, 晋升为内阁大学士。 当然, 状元开放之后也会在六部担任职务, 但是相比较于一般的晋士, 他们的升官速度要快很多, 如果政绩还不错, 一般十余年时间就可以做到 侍郎上书这个级别。 据统计, 星代114个状元中, 官职宰府, 包含协办大学士的共有14人, 官职部院大臣的共有21人, 官职媚格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有3人。 也就是说, 114个状元中有38人官职2品以上, 刚好是总数的三分之一, 这个比率已经很高。 状元学问好并不代表实际能力强, 这与现在一样, 学历高不意味着能力强一样。 114个状元中, 有48个人就因行政能力欠缺, 升官速度不尽如人意。 48个人中有8人到死, 都是6品的汉林院修传, 另外40人也只是瑞友提升, 勉强进入4品行列。 不上不下的状元也有一部分, 其中有22人被分到各部院任之后, 其品级也没有超过3品, 始终维持在3-4品这一水准。 乾隆朝之后才有了状元外任的先例, 最早被外放的是乾隆25年状元碧原。 状元外放地方和二三甲进士的套路是不同的, 状元外放不是在三馆后直接外放之间, 而是先要在京师任之一段时间, 最常见的是先外放各省学政, 任满之后, 皇帝认为他们有执政地方的能力, 便会酌情改任地方道府。 北外放地方的状元总书很少, 只有碧原、吴启迅、林洪年、龙启锐、 陈济昌和曹洪勋六人。 需要注意的是, 此6个状元外放最低的是以知福吉卜。 这也不难理解, 让一个状元去担任知州或知县, 显然是大财小用, 有损国家的体面。 6个外任状元中, 升官速度都超快, 其中只有龙启锐昏的最差, 但他也做到了江西部正式, 其他五人则都是封江大吏, 最次的也是一生巡抚。 所以不难看出, 状元外放的案例并不多, 但只要是被皇帝钦点认知地方的状元, 都有一个不错的结局, 保底就是从二品的不正式。 总的来看, 中了状元以后, 只要不出现重大的错误, 哪怕能力一般, 大部分人最终也会混上一个四品顶带。 而对于一般的近视而言, 四品恰恰是他们一辈子最难过的一道观。 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 二百五十八年间, 清代一共产生一百一十四位文状元, 虽然都曾经归为天字一号学霸, 但这一百多人的命运各有不同。 广东湛江唯一的状元临照堂, 生于1785年, 于道光三年状元极地, 受汉临苑修传。 因不适应官场刘碧, 于道光十二年, 以侍奉老母之名词官返乡, 后专事教书, 同志十一年, 一八七三年去世, 享年八十八, 成为寿命最长的状元。 邹中已生于明朝天启三年, 顺治九年汉榜状元, 可惜顺治十一年去世, 年仅三十二岁, 成为最短受状元。 江苏宝英人王世丹, 生于顺治二年。 虽然他学养身后, 但屡是不敌。 一直到康熙四十二年重状元时, 已经五十九岁了, 成为极地年龄最大的状元。 俗话说英雄初少年, 乾隆在位六十年, 共开课二十八次, 清代最年轻的状元都出在本朝, 乾隆两年的渔民中, 四十三年的戴曲亨, 五十八年的潘石恩, 状元集地时, 均为二十三岁, 成为集地年龄最小的状元。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位不仅年少得志, 而且官运亨通, 都做到正义品大员, 死后均得到丰氏家赏, 其中最有福状元是潘石恩, 他官运亨通, 曾做过汉林院长院学士, 公部上书, 户部上书, 吏部上书, 礼部上书, 体仁阁大学士, 东阁大学士, 五英殿大学士, 因太子太宝贤和太子太父贤, 历经乾隆, 嘉庆, 道光和咸丰四朝皇帝, 成为苏州四大望族之一, 咸丰四年, 以八十四岁高手去世, 相比之下, 安徽修宁人吴锡林, 乾隆四十年状元, 他就福博了很多, 重状元后, 还不到一年就病亡了, 乾隆是个性情中人, 乾隆五十四年, 胡长林在电视中原本是第十名, 第二年就要过八十大收的乾隆爷一看名单, 长林这个名字好, 状元就是他了, 成为最幸运状元, 此传说戏也是, 听听而已, 要说成绩最好的状元, 那就是苏州人前期, 乾隆四十六年, 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位连中六元的状元, 从县城到京城, 县室, 府室, 院室, 乡室, 会室和殿室都高中投名, 清朝第一学霸, 非他莫属, 一九零四年七月, 因为要给慈禧太后过七十大收, 所以又加了一次恩科考试, 结果第二年, 朝廷就废除了科举, 在这次考试里, 河北宿宁县的刘春林考上了状元, 这个生在乱世的最后一个状元, 他中了状元后, 朝廷让他在汉林院做修转, 他也知道现在局势变化快, 不想留在国内过这种旧日子, 所以没多久就申请去了东京政法大学学习, 一九零七年, 回国后, 他当上了保定高等学堂监督, 也就是现在的校长, 一九零九年, 他先是当选为直立省议员, 后来又当选为资政员议员,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 大清灭亡, 他在袁世凯、黎元洪、 曹坤等总统府内担任内使, 兼任直立高等学堂学监等职位,